Lets go 小朋友今天又是我水米桃老師來說故事喔 今天要來說一本這一本 叫做誰的小布偶 誰的小布偶是你們的嗎 還是我的 還是哪一個小朋友的小布偶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誰的小布偶 從前有個用睡布縫起來的小布偶 他是一個小男孩的 小男孩很喜歡他 小布偶總是嘻嘻哈哈的 他生命中唯一認真的是 只有他的職業 也就是他的工作 喔他的職業是什麼呢 當然是動樂咯 動樂誰啊 動樂小男孩啊 喔看到了嗎 小男孩跟小布偶玩的很開心喔 但是啊有一天 小男孩在一個櫥窗裡看到許多漂亮 上發條後會吹喇叭的大布偶娃娃 裡面還有左右搖擺的小機器人 手工精巧能自己說話 又有真頭髮的娃娃 另外還有汽車和飛機 突然小男孩不想再玩他的小布偶 因為其他的玩具對他來說 比小布偶漂亮好玩許多倍 喔其他的玩具為什麼比較好呢 他們可以兜樂啊 兜樂誰啊 小男孩啊 小男孩在這一個玩具店的櫥窗 看了好久好久 小布偶使出看家本領 盡最大的努力套好小男孩 可是小男孩根本連看都不看 最後他拿起小布偶 一把丟出窗外 對可憐的小布偶而言 一切都結束了 什麼事情結束了 當然是兜樂 兜樂誰呢 小男孩啊 小男孩把小布偶丟出了窗外 小布偶掉落在水溝旁 一隻母狗經過 聞了一下就用嘴掀走了 他有七個小兒女 正好拿回去給他們玩 小布偶無力掙扎逃脫 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讓小狗們玩 哦小布偶想做什麼呢 當然是想鬥樂 鬥樂誰呢 小男孩啊 小布偶狗怎麼樣啊 把布偶先走了 先回家給他的兒女玩 他的兒女是一堆的小狗狗 小狗們用尖牙 施咬著小布偶 從左耳甩到右耳 咬著抖著 七隻狗各咬住一腳 施拉牽扯樣樣來 小布偶嚇得魂都飛了 自己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到這個世界上來 哦 到底為什麼會在這世界上呢 為了鬥樂啊 鬥樂誰呢 小男孩啊 小布偶在躺在這裡 當狗狗的主人看到小布偶時 尖叫起來 哎呦 這麼噁心的一塊破布 趕快丟掉 他用兩根手指尖把小布偶拿起來 扔進滿是煙灰和空罐的垃圾桶裡 小布偶慘兮兮的被丟在那裡 又骯髒又可憐 沒有人能夠想像 他也曾經有風光的過去 哦 為何曾經風光過 當然是因為鬥樂 鬥樂誰呢 小男孩啊 但這個時候 小布偶被狗狗的主人 丟到了垃圾桶裡了 第二天來了個撿破爛的 在垃圾桶裡 翻找破布和廢紙 他一見小布偶就一把抽出 丟進手推車裡 他不是在做壞事哦 只不過是個窮人 收集了這些好賣錢 混口飯吃 他把收集到的破布爛紙送到睡紙場 抹睡做成再生紙 如果他能問一下小布偶的意見 是否願意當張紙 那麼他一定會說 不我想做其他的事 哦 他想做什麼其他的事呢 當然是鬥樂 鬥樂誰呢 小男孩啊 這時候小男孩坐在家裡 非常的不快樂 因為他想玩的他的小布偶 他不想再玩那些會吹喇叭 叫大叫美的布偶 不想要左右搖擺的小機器人 也不要會自己說話 還有真頭髮的小洋娃娃 他們都不如小布偶那樣會鬥樂 哦 那些玩具不會做什麼呢 不會鬥樂啊 鬥誰呢 小男孩啊 小男孩看起來真的很不開心 看來他想念他的小布偶了 去睡職場的路上 剪破爛的經過小男孩的祖母家 剪破爛的問 也許你有些破布能給我嗎 祖母一眼就認出手開手上那一個 他順直的小布偶 於是他說 我有 而且是滿滿的一大袋 但我想用這些來換你換那一個小布偶 剪破爛的同意這筆交易 就把小布偶交給他 現在 祖母阿怎麼樣 他對小布偶說 我要重新來打扮你 為什麼要重新打扮小布偶呢 為了讓他可以鬥樂啊 鬥誰呢 小男孩啊 小布偶回到了 他的竹母手上 小布偶被竹母洗了又洗 直到身上 破布的顏色又有了原來的光彩 他還把破的地方縫補起來 這樣一來 小布偶比原先還要漂亮 好了 現在我要把你記整 因為有人非常需要你 為什麼非常需要小布偶呢 當然是因為他會鬥樂 鬥誰呢 小男孩啊 竹母把小布偶怎麼樣啊 重新弄得乾乾淨淨 漂漂亮 要把它寄出去囉 有一天郵差送來一個大包裹 收件人是小男孩 寄件人是竹母 小男孩既好奇又興奮 他不知道這個大包裹裡 會有什麼東西 噓 我們也不要告訴他 噢 是什麼在這個大包裹裡呢 當然是可以鬥樂的東西 鬥誰呢 鬥小男孩啊 噢 一個大大的包裹 裡面到底裝什麼呢 當小男孩打開大紙箱 裡面出現了第二個紙箱 開了第二個紙箱 又看到第三個 開了第三個還有第四個 第四個裡面還有第五個 沒想到第五個裡面還有第六個 最後在第六個裡面 他發現還有第七個 也就是最小的一個小紙箱 占最小的也就是第七個紙箱裡面 到底裝了什麼呢 居然是小布偶 而且他看起來好像是新的 小布偶馬上開始表演他的專長 噢 他有什麼專長呢 當然是鬥樂啊 鬥誰呢 鬥小男孩啊 嗯 小男孩把包裹都拆開 箱子一層又一層的 最後裡面裝著的就是那一個 小西西的小布偶 小男孩這時候在做什麼呢 呵呵 小男孩很開心的笑著 他怎麼樣啊 像拆了一個驚喜箱一樣 裡面裝著的是他的主母 然後重新縫過的小布偶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也曾經有過一個很喜歡的玩具 可是後來可能去逛玩具店 又喜歡上了新的玩具 舊的玩具就被你丟在櫃子裡 都沒有玩了呢 我覺得有時候那個玩具 是不是也很想再找你們玩 嗯 我覺得他不一定新的是最好 有時候舊的也很棒 要怎麼樣啊 除了新的以外 我覺得舊的玩具 也都要好好的珍惜愛惜他 他就會是一個最新 讓你最開心的玩具喔 好喔 希望大家心中也都有一個 超可愛的小夢喔 好啦 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掰 掰掰 即使你也有心事 還有喔 好喔 好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